9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移居之都 奋力谱写伟大祖国首都发展新篇章新闻发布会 会上,北京市长陈吉宁表示 北京最大的优势是科技与人才的优势 目前,北京无论是在科研投入强度 还是创新创业活跃度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 北京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6.17% 远超过创新型国家和地区2.5%的水平 我们每天新产生200多家创新型企业 创业投资金额和案例数都占全国30%左右 大家如果看科技创新的VC和PE投资化 全球的城市,北京仅次于硅谷 那么从创新活力上来看 北京也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城市 曾经您介绍,过去五年,北京深入推进金经济协同发展 以在交通产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金经济地区正在成为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金经济的交通生态和产业三个重点领域实现了率先的突破 环首都半小时通勤圈覆盖区域逐步增加 轨道上的金经济盛在形成 北京输出到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达到780亿元 北京企业到经济投资的印脚出这额累计已经超过了7000亿元 辐射带动效应逐步呈现 陈基宁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北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有了空前提高 不仅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双澳之城 还将进入航空交通双枢纽时代 大家都知道北京马上要举办冬奥会 届时北京将成为国际上唯一举办过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澳之城 北京全面开放水平 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大幅度的提高 大家知道最近你们都关心北京大兴机场 这个月底前即将正式通行 届时北京将进入航空交通的双枢纽时代 另外一个报给大家的就是 总部在京的世界500强企业 达到56家位列全球第一 陈金宁还介绍 70年来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200元左右提高到6.2万元 消费支出百倍增长 人均期望寿命由52.8岁提高到82.2岁 在居住环境方面 北京作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 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未来北京将继续向建设 国际一流和移居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谈并哥 生活者夫人 目标算 風员 板 于是